2024的美國政府其實有個非常大的漏洞 全世界都知道而且看得出來 血淋淋的在我們面前 但是我們每一個都裝作是國王的新衣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Joe Biden是誰 他是目前美國的現任總統 幾個星期前 他是民主黨的總統的候選人 之後他跟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在台上辯論會的辯論了一下 然後他在上面語無倫次 沒辦法回答任何問題 在全世界的目光下面 證明了他是老人痴呆症 所以沒辦法勝任 應該要退休 嚴重到原本無條件挺他的主流媒體 全部都放棄他了 所有左派把他丟在一邊 勸他不要參選下一任的總統 但是他還是要完成他現在的任期 這個是2024最誇張的事情 美國的總統地球上權力最大的人 這個人其實實際上現在並不存在 這個人可以說是消失了 或說死掉了 根據美國的憲法 還有一個維持政府正常運作的模式裡面 美國的現任的副總統 就應該要取代一個失去當總統能力的總統 這個是美國憲法第25號修正案 賦予美國副總統的職責跟權力 也就是說卡馬拉哈里斯有憲法的責任 要求周拜登下台退休 自己當上現在所謂的第47任總統 這個是為了美國的延續 也是為了世界和平 真的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們感謝美國的建國國父 他們建立了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政府制度 就是如果政府出了什麼問題 都是可以有取代的人的 任何制度出了問題都可以有解決的方案 讓政府不要停擺 繼續的運作 繼續的為美國的人民前進 但是目前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險 並不只是因為Joe Biden是總統 也是因為他現在還是美國的總統 然後我們好像就應該要忘記這一點 忘記這一切 假裝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一樣 完全是假裝 沒有錯 現在我們可以說 其實美國總統這個職位是空缺的 拜登現在每天一半的時間 都在Delaware某個海灘上面 睡覺曬太陽 另外一半的時間在白宮裡面繞來繞去 然後撞壞白宮的牆壁 幾天前在美國的首府 白宮開了一個公開的白宮內閣會議 已經很久沒有開這個會議了 因為拜登基本上不在 他在Delaware曬太陽 拜登在場 但是美國的總統沒有在主持白宮的內閣會議 這個會議的主持是第一夫人 Joe Biden 那請問這邊的問題是什麼呢 同志 光緒 宣統 慈禧太后不是也是垂簾聽證嗎 問題就是美國是個民主的國家 第一夫人沒有拿過一張選票 就跟Kamala Harris在沒有在初選拿過一張票一樣 然後就代表民主黨可以參選總統一樣 你可以說 拜登有經驗 是個有 程度的政客 但是Joe Biden並沒有 他沒有任何的經驗沒有任何的資格 沒有任何的能力能代表美國人 代表白宮做任何的事情 沒有資格 他就坐在白宮的會議室的主持的位置 帶領了整個會議的方向 Joe Biden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是一個在地方大學畢業的一個博士 他的政治經驗純粹就只是 他嚐過Joe Biden的味道而已 但是他坐在美國總統的位置 在我們國家的最高行政機構裡面 發號施令 這是一個美國史上最醜的醜聞 而且是對於民主最大的侮辱 你有投票給他嗎 我很確定我沒有投票給他 我也沒有投票給Joe Biden 但是很多美國人投票給Joe Biden 所以不管我喜不喜歡 Joe Biden就還是我的總統 這個其實就是民主 換句話說就是 現在我的總統其實已經腦死了 他已經沒有再代表我來工作 然後來去跟這個世界上所有的 這些領導人談判了 已經沒有再代表我繼續工作了 以下是一個沒有任何人選出來的總統 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面 執政的畫面 同時美國民選的總統也在會議裡面 但是我們根本看不到他在哪裡 OK 他在他這裡面參與會議 因為他在市場上最為之外 因為當他在市場上最為的 當他在市場上最為的 我表示我希望我一直在 在這一切雙方向我曾經 於幾個世紀 在餘時代表我曾經過 支持免輿的家庭 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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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養育 和教育 社交易的社交易 開始 做法 好 的 但我昨年 我學到了 更多關於我們分析女的健康 我們的國家是屬於世界上最好的健康研究 但女的健康是下研究的 研究是下研究的 我們仍然知道太少 如何能夠避免、診斷、診斷 女的健康的健康 當拜登當上總統的時候 我就有計劃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然後就說一堆什麼治癒癌症之類的東西 女人的健康狀況 女人的醫療的空話 然後沒有媒體在報導這個事情 媒體認為說這個不重要 因為他們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 不是民主 而是民主黨繼續執政 誰執政都沒有關係 刷一層新的油漆 叫他Kamala Harris或是Joe Biden 隨便都可以 只要民主黨繼續掌權就好 但是美國總統這個職位不是這樣願做的 美國總統是要在乎的是 國外的外交政策 跟國外的領導人談判 所以問題就是 現在到底誰掌握著美國的行政大權 我很確定不是Joe Biden 這個是坐在美國總統 該坐的位置上 他應該是民選的官員 但是Joe Biden不是 第一夫人不是 他沒有拿過任何一票 沒有參選過 沒有競選過 但是他在代表各位 在民主黨跟共和黨 左派跟右派當總統 因為各位的民選總統 腦子已經壞掉了 以下是他在重要的場合 介紹印度的總統 目的在台上發飆的片段 I want to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and now who am I introducing next who's next Distinguish guests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by the way he's from a small country like ours slow population but he's become a good and decent man and good friend thank you yeah 真的很可憐 Joe Biden就是一個 行屍走肉當中 OK 印度 不是一個沒人知道的國家 不是他要介紹什麼 呃 瓦吐魯共和國 印度是一個 人口最多的國家 現在已經超過中國的 世界大國 然後 他記不得那個國家在哪裡 或者在那個 在國際的場合上面 對著麥克風大吼小叫 在那邊生氣 這個就是美國現任的總統 也就是說 這個是美國現代史上 最醜陋的醜聞 我們都嘲笑過蘇聯 就是哈哈哈哈 蘇聯最後的這個 都找老人當黨主席 跟這個這個總書記 呃 布里茲涅夫 安德羅伯夫 呃 契爾年德 每一個都是老的 然後死的好快 然後蘇聯年年國殇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蘇聯不在乎誰 當領導人 只在乎共產黨 繼續的掌權 美國的民主黨也是一樣 而且 就在我們的眼前發生 然後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裝作 沒有這回事 問題就是 為什麼 代表我們的總統 基本上已經是個職務人 腦子基本上已經腦死了 為什麼我們要跟著 國王一起穿新衣呢 各位應該都還記得 Kamala Harris Nancy Pelosi 在節目上 節目在那邊說什麼 拜登完全沒問題 他日理萬機 史上最優先 最最最聰明的總統 我們只出來說 就被說我們就是 保守派陰謀論 然後基督徒信仰 中毒太深 現在他既然已經退選了 因為他沒有繼續參選的資格 那為什麼他可以繼續 有能力當總統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跟著民主黨 一起繼續演戲 我了解或許這是 共和黨贏得選舉的策略 但是同時 這是美國的政府 是要對人民負責的 總統應該是要由 選舉人投票出來的 為什麼所有的人可以忽略 一個選舉人的民主程序 因為美國總統的腦子不存在了 這個解決方案 不是讓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當總統候選人 根據憲法的解決方案就是 現在就把Kamala Harris 變成美國第47任總統 我們保守派 基督徒 不想要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所以說我們就假裝 什麼都看不見 但是 為什麼民主黨也這個樣子 這個很奇怪哦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 他害怕拜登報復 他害怕 他把拜登擠下來 OK 拜登就會行屍走肉的 上節目 告訴全世界 Kamala Harris 是個多爛的人 還有民主黨是多麼的不公平 他在The View的節目上面 已經這個樣子講了 我本來想做那個節目 做那個新聞 但是 我不想看The View 那第二個 同時也是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為 如果哈里斯 如果Kamala Harris 要贏得這個選舉的話 他就必須要跟 Joe Biden脫鉤 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過去四年 他們做的實在是太爛了 Kamala Harris 必須以一個在野黨的身份競選 好像 Joe Biden過去四年做的事情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就是為什麼 他沒有直接啟動 憲法第25項修正案 直接宣布要取代 取代拜登 我們來看一下 Kamala Harris的副總統候選人 Tim Waltz自己說 不能在這個樣子過四年了 很酷嗎? 他們不可能忘記 其實自己是個執政黨 但是他們必須要用一個 在野黨的方式去競選 我們都知道 他是故意的 是故意假裝自己沒有在執政的 但是 他們認為 各位是弱智 他們認為各位是 no ni no kolu 他們認為他們只要不斷 這個樣子講謊話 就會有人真的以為說 現在執政的不是Kamala Harris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Kamala Harris的團隊 會認為Kamala Harris絕對不能成為美國的總統 所以他不可能發動憲法第25號修正案 Actually I don't know that Maybe我或許這個播出的時候 還會怎樣怎樣 I don't know 至少現在他不太可能 呃用憲法第25號修正案 廢除掉拜登的職位 然後把自己放在白宮裡面 因為這個樣子的話 就是跟現任的總統有關係的 在這麼多名分下 他很難贏得2024的選舉 如果一個總統的政績很好的話 他現在就可以說他過去4年 做的是怎樣的輝煌的成績 但是因為他跟拜登什麼都沒有 經濟爛掉了 邊境爛掉了 犯罪率升高 通貨膨脹一塌糊塗 所以Kamala Harris只能跟Tim Walts 只能攻擊現在的現況 沒有辦法跟投票人有任何的共鳴 唯一的方式就是假裝 現在拜登還在白宮繼續掌權當總統 還有他們為什麼 把一個基本上是個職務人的人 放在白宮裡面做總統大位 他們可以這個樣子騙美國人 把美國人當成No need no call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出來 拜登不是總統 他沒有實權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這麼蠢蠢欲動 為什麼俄羅斯可以毫肆無忌憚的打烏克蘭 然後為什麼烏克蘭敢打到俄羅斯裡面 然後說我絕對不談和平協議 為什麼中東不管是以色列 還是伊朗真主黨 還是伊朗真主黨哈馬斯全都在那邊鬧 因為他們知道 Joe Biden其實已經不存在 美國現在就是一個沒有大人管家的一個總統 美國現在就是一艘船在荒洋大海裡面沒有任何的方向 沒有任何的期望 我們希望是下一任 川普可以改變什麼 但是他們的希望只是他們可以繼續欺騙美國大眾 一直直到下一任選舉 然後把哈里斯送到白宮裡面去 列王記上十一章那邊說 所羅門起初是非常敬畏神的 然後後來與外邦的女子結婚 變成了一個拜偶像的一個王 違背了神的誡命 不只自己崇拜 還欺騙人民引進異教的信仰 列王記十一章十一到十二節 耶和華對所羅門說 你既行了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約和律例 我必將你的國奪回 賜給你的臣子 只是因你父親大位的緣故 我不在你活著的時候行這事 最後因為所羅門的背叛 神把以色列分成了南國跟北國 所羅門王的王國失去了大部分的領土 美國就跟所羅門王一樣 原本是全世界最屬神的國家 比以色列還要進錢的國家 為了正義跟真理而戰的國家 現在變成了一個左派文化輸出的港口 影響世界墮落的國家 這個就是王欺騙人民的後果 另外在耶利米蘇52章那邊 西底嘉的故事也是一樣 西底嘉是 尤大最後一個國王 他不聽從先知耶利米的警告 背叛神 而且聽信其他的假先知的話 說沒有問題啦 神還是跟我們同在 我們可以打敗尼布甲尼撒 最後耶路撒冷被圍困 而且徹底的摧毀 猶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耶利米蘇第52章第三節 耶和華的怒氣在耶路撒冷和猶大發作 以致將百姓從自己的面前趕出 西底嘉背叛巴比倫王 現在在美國做王的 並不是我們 也不是Joe Biden 是誰 其實不知道 看起來好像是Joe Biden的老婆 Joe Biden 我們的媒體 就是耶利米那時代那些假先知 跟我們說 沒有關係 一切都很好 包括共和黨 因為共和黨在做的事情 也不是逼著Kamala Harris 執行憲法的權利 為了國家而掌權 他們反而是為了自己的選舉 讓拜登跟他的老婆 繼續在百公待著 這一切都展現了 當一個國家的領袖 先知欺騙百姓 背離神的旨意的時候 神的審判就會降臨 而且會帶來 國家的領袖的毀滅或者分裂 而在民主的社會裡面 聖經裡面的西底嘉 並不是拜登 並不是Kamala Harris 也不是Joe Biden第一夫人 而是We the people 我們人民 我們會不會被媒體欺騙 我們會不會被做王掌權的人欺騙 其實就是美國還有沒有救 我們的國家是否能回歸到 神的道路上面最好的指標 所以2024年的選舉才如此至關重要 我們如何讓一個沒有得過任何一張選舉人票的人 在白宮以總統的身份主持會議 還有如何不讓一個民主黨初選一張票都沒有拿到的人 當總統 就是看我們這次2024年 有沒有出來投票 我們有沒有擋在民主黨試圖摧毀民主的前面 維持美國的制度以及美國的民主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請持續關注愛報導